建構不對稱戰力 國防部近期披露 第一人稱視角 FPV無人機研製案 學者分析 這比一般無人機速度更快 操控性更好 會是暫時攻擊的一大利器 另外美方無人機訪問團 正在臺灣交流 希望把臺灣廠商納入 美方無人機產業鏈 可能有我方廠商代工零附件 頭戴著顯示器 官兵兩手邊操作搖桿 看起來像在打電動 其實正在遠距測試 掛載炸藥的無人機 找到目標後直接摧毀 從電腦螢幕看 無人機的實時影像 是以第一人稱視角顯示 國防部證實 正在驗證第一人稱視角 FPV無人機 FPV無人機 因為它的速度 以及它的操縱性的 就是又更進一步提升 所以它經常被用於改裝 攜帶反裝甲武器等等的 去作為攻擊對方車輛 或者載具的一種重要的平台 建構不對稱戰力 國防部對內採購六款 軍用商規無人機 總金額接近69億 預計年底進入量產 明年可以開始移交部隊部署 而美國官方組無人機訪問團 正在台灣交流 希望把台灣廠商納入 美方無人機產業鏈 這是中科院研製的建響反輻射無人機系統 傳出美方有高度興趣 加上正在尋求飛鴻供應鏈 台美渴望深化無人機合作 可能會有我方業者代工生產零附件 甚至由美商貼牌代銷 不只空戰實力 台灣向美方采購的108輛 M1A2T戰車 首批預計12月抵台 傳出明年二月 軍方會開始換裝訓練 專家陳國明推測 M1A2T戰車有可能駐防陸軍六軍團 負責首都跟北部地區防衛任務 記者翁榮彭耀署台北報導